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将军 君日乃太子殿下的册封大典 你如此失忆 臣何体统 太子殿下 您觉得吗 云将军 你别不知进退 云将军 请尊太子妃吩咐 莫要耽误了时辰 不知殿下口中的太子妃 所者何人 念你真正在外不知朝中之事 那本妃就告诉你 三个月前 陛下龙恩浩荡 亲赐太子与本妃大婚 这下 云将军应该清楚了 我想问太子殿下 这是否是你的本意 凌云哥 真儿 是本宫的太子妃 纵使你得胜归来 也不意味着 你可以对太子妃不敬 若是云将军替将士们担心赏赐不够 那你大可以放心 我北辰 是不会亏待任何一个 为他流水牺牲的将士的 臣不要赏赐 我只想让太子殿下告诉他们 为你违背复命 为你南征北战的是谁 为你踏平一切阻碍 助你问底东宫的是谁 而此时此刻 应该和你站在一起 又是谁 我兑现承诺了 你呢 凌云哥 你是活腻了是吧 太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朕乏了 是 儿臣遵命 凌云哥 贸然闯宫 大典失宜 统意图不轨 着关入天牢 严加审讯 静下和小羽 itations 堆舌铁了新要支持老九 你当真以为殿下 会无动于衷 我爹 我爹在哪儿 我要见他 林天明 当众忤逆肾上 致使肾上病体加重 被满门抄产 念你征战在外 留你一条狗命罢了 只要你和我求情 我就大发慈悲 留你一条狗命 看我和殿下执掌江山 好不好 不如你 孤三落到你们手里 我还不如去死 你跟他下执 也未必比我好到哪里去 林云哥你就那么喜欢 高高在上的感觉吗 来人 把这个疯子抓住 又摁住他 你 你要干什么 姐姐呀 明天就要走了 妹妹想给你梳妆打扮一番呢 哎呀我刚想起来 宋本妃这个簪子的人 还是太子呢 哎 世事总是那么无常 就像林伯伯的死 也都是太子 一手做成的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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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把药喝了 三天了 你还是不肯说句我的原因吗 是你的 我归原主 原来在你这儿 为了还东西就犯下死罪 说不通吧 为什么不救我 你说什么 你有想报仇 我可以帮你 人人都说九皇子对全世无欲无求 没成想也是个不敢寂寞的人 你想多了 我和林将军 也算是就像是 帮他 也是在帮我自己 沐云蓝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否也像沐云琪那样 想要这个天下 我想 但是我和他不同 我是为了一个人 谁 谁 我不管你帮我的目的 我自然是想要复仇 如果你愿意帮我 我想问问 你可有计划 我有 只是 你得受些苦 请问 您就是传说中的无忧道长吗 老秀 的确道好无忧 想必您就是 太子妃娘娘吧 道长好眼力 本非今日随太子 来这里游玩 能见着您 真是颇有机缘 素闻您神机妙算 小童未来之事 可否为我 测算一次呢 娘娘过誉 只可惜 老朽这次来北全 只测算一次 娘娘怕是来晚了 哟 是谁有缘 能抢在我先呀 姑娘 姑娘 请你离开片刻可否 哦 为何 因为本非要请道长测算 那我为何要走 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 本非就教你什么是规矩 你 怎么回事 放肆 太子殿下你看他 他 想必您就是无忧道长吧 听闻您流苏贯忠 特来拜见 在下北辰太子 莫云齐 太子殿下就不必再介绍了 刚才太子妃娘娘声音 如此洪亮 老朽 不能 蓁儿 怎么在道长面前如此无力 殿下 臣妾只是想给你原策一番 可这卑贱民女 非得不心理跪拜 还出言不许 跪拜 难道太子妃娘娘已经被列西天了 竟然在这道观之中工人跪拜 放肆 你是凌云 给殿下请安 臣女却明灵儿 家父许成 我怎么没听说 左丞相家中还有这么一位女子 回太子殿下 臣女之前一直住在外祖母家 今日方规 太子殿下 不是说要找无忧老人测算运势吗 可现在 却被她抢了先了 臣女不知殿下今日会来 若是知晓 断然不会抢在殿下的前面 还请殿下赎罪 耽误了太子殿下测算运势 岂是你轻飘飘几句话 就能开拓的 罢了 不知者无罪 本宫想你也不是故意的 既然道长已为这位女子先行测算 不知可否将结果告知于我 恕臣女直言 无忧道长虽声名在外 但道长刚刚为臣女测算的结果 臣女却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哦 结果是什么呢 这位姑娘来天命之女 得知 可得天下 虽然很让人意外 但老朽 用尽毕生所学 都是这个结果 道长帝是在于我们说笑了 臣女就是个弱女子 文不能治国 武不能拼天下的 怎么会是天命之女 殿下不必太过相信 臣女看天色已晚 因为我来看 家父今儿在府上还有夜宴 臣女得回去帮忙前后张罗 先行告退 珍儿 今晚我可能不能去右丞相那儿了 可近日家父身体不适 殿下不是说要去看望的吗 爱妃 这天命之女的传言 想来不到明天就会遍布整个京城 若是被他人先行下手 那 不打劲 殿下只管去忙就好 太子殿下怎么来了 今日在关中听许小姐说 今晚家父有宴 本宫便过来瞧瞧 不知欢迎否啊 当然欢迎了 不知太子殿下驾临有失远迎 是臣女之过 还请殿下不要怪罪 哪里的话 本来就是本宫来的唐突吗 还请殿下见谅 我这个爹 我这个爹 凡事势必共亲 这不 生怕饭菜不合宫来的胖 不爱的 早就听闻许老心思细腻 这饭菜吃的舒心 大家才能交心吗 殿下您真会被别人着想 殿下您真会被别人着想 臣女自小身子骨弱 一直在乡下静养 性格也就直爽惯了 今日在逛中顶撞了娘娘 还耽误了殿下的策算 真是过意不去 被表歉意 不爱的 不爱的 今日是本宫行程安排歉途 这才引得你们几分钟 姑娘不必再也别试 能娶你的人 一定是有福之人哪 所以这福分 就落到维帝的身上了 黄雄 忘了和你介绍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 许玲儿 怎么九弟有了这种好事 也不告诉本宫医生 好让大家跟你高兴高兴啊 这部婚期还没定下来吗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没想到生性风流的老九 也要成家了呀 大哥 你可饶了我吧 雷二在这儿呢 你看她这个脾气 今日道观之事我听说了 雷二确实不太懂宫里的规矩 我批评她 不用责怪她 没事的 不过 宫中规矩里一多 维兄认为 应该让她去东宫 让侄儿教教她 毕竟是一家人 以后也是要生活在一起的 维儿 你觉得呢 来 让我们以茶代酒 共住良园 来 不愧为龙前之地 难怪这世间无数的人 为了这个地方 不惜悲心其意 可怜儿 自己进去 最遭遇的真心 你现在呀 既然是未嫁之身 行事作风都要收敛一些 不要整日都抛头露面了 所以单独给你 披了一间院子 这东宫啊 说起来是不像皇宫那么大 但是也不小 可别乱跑 要是少些什么和我说 我让人置办 可不要让九王爷 说你在我这里受了委屈啊 妾娘娘 乃我如亲姐妹一般 哪来的委屈呢 那就好 这宫里的规矩礼仪呀 可多了去啊 姐姐念叨得多些 也就让太子和王爷操心得少些 明白吧 亲戚娘娘教诲 妹妹愚笨 不懂之处还望姐姐多多指点 妹妹说的哪里话 那日道观里妹妹伶牙俐齿 哪里像个愚笨的人 那今日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 妹妹来走两步 没想到妹妹如此崇慧 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 真正要顶好的呀 还是这个 这可是本妃最喜欢的花瓶 妹妹可要当心啊 我的花瓶 许玲儿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年年息怒 成女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她是这个花瓶 你还说不是 别以为我不敢动你 天命之旅又如何 我看你死了 那无忧了 而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来人 把她给我拖下去 仗心一般 太子殿下 就是这般照顾灵儿的吗 太子殿下 九王爷 你们怎么来了 敢问太子妃娘娘 灵儿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要施以如此重心 九弟 这兴许有什么误会 珍儿 今日九弟特意来看看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太子殿下 我只是 难道太子殿下 真是相信 那句荒谬的传言 才想将灵儿灭口 九弟我已经说过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珍儿 世珍 太子殿下息怒 九王爷息怒 都是一家人 怎么舍得那样责罚呢 快点准下息怒 雷儿 我们走 徐珍你是疯了是吗 平日离你嚣张跋扈也就算了 对待徐灵儿也这样 别人不知道本宫是为了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太子殿下息怒 臣妾只是教训她一下 杀杀她的气 臣妾都是为了殿下呀 你个贱妇 你给本宫听好了 本宫能给你太子费这个位置 你就能把你坏了 殿下 你为何对我如此无情 那头爹爹对你的不知还不够吗 不够 想什么呢 他们应该吵起来了吧 你真是胡闹 你知不知道那蛇妻夫人的一百丈性 够让你死多少次了 若是不这么做 如何挑拨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不拔掉又丞相这根钉子 如何动摇沐云琪的根基呢 我又如何复仇呢 她都怎么对你了 还能怎么对我 不过都是后宫里那些女人的手段吧 说得好像你不是女人似的 你不能总这么对待一件事情 还疼吗 一点皮肉小伤罢了 你觉得接下来她会怎么做 你想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给我老老实实写着 外面的事 有我替你挡着 不用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扛 你真把我这个未婚夫 当百岁的女人 说现在是你未婚夫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累了 先回去歇了 你也早点休息 我希望今天冬宫里发生的事情 能在京城里好好传扬传扬 属下明白 我这就去办 不过王爷 属下有一句话想跟您说一下 您刚才这样 属实有点着急啊 滚 好嘞 太子殿下怎么来了 前几日本宫照顾不周 让凌儿受了委屈 这不 特意带真儿来向你道歉 好妹妹 上次的事情是姐姐的错 我也是担心妹妹入宫后吃亏 所以才一时着急心窃 现在想想 真是伤了妹妹的心 现在外面的人呢 都还不知道怎么说我呢 娘娘哪里的话 要学习的人是我 吃不了苦的也是我 怎么就成了娘娘的错了 只是臣女没想到 娘娘竟然也把那句戏言当真 还真是叫人意外呢 姐姐糊涂 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妹妹勿怪 娘娘言重了 臣女怎么会怪姐姐呢 听闻姐姐最是喜欢赏湖 不如我们沿着那湖边走一走 好啊 娘娘是怕臣女动摇了您的位置 所以才对我下手的吧 我是太子妃 我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真的有天命在我身上 太子殿下应该会很担忧吧 不过我看太子殿下 还是很喜欢娘娘您的 应该不会为了这么虚假的传言 就动摇您的位置的 你知道就好 臣女啊 此生只愿得一人心 才不愿去身妾身 你到底想说什么 莫非 太子殿下 真有意要将我收入东宫 许如意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可是有婚约的人 知道啊 要是能早点认识太子殿下 这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 对吧 雪玲儿你给我听着 像你这种的贱妇 是永远不可能当上太子妃的 只要我再一天 你都别想 妹妹只是开个玩笑 人家何必认真的 滚 别碰我 灵儿 雪玲儿 你知不知道过几天 殿下要出席宫宴 要是殿下受了风寒 你该当何罪 我已经叫了太医 怕你身有受了寒气 刚才为了救你上岸 情急之下 多有冒陌 殿下言重了 还请太子殿下 不要怪罪娘娘 都是灵儿不好 灵儿只想和娘娘 开一个玩笑 又让娘娘生气了 珍儿 灵儿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么 开玩笑 你那叫开玩笑 你要是不开玩笑的话 殿下和东宫 是不是都成你的了 娘娘 臣女不过是顺着那个谣言说了一句 也给您道过歉了 臣女并没有想要和娘娘争些什么 太子和东宫 当然都是娘娘您的 您这般说 好像臣女并和您争些什么一样 这要是传到九王爷那里 传到京城上下 臣女并该如何自处呢 还请您她不要多心 况且您这么危言 臣女如何敢 不敢 我看没有什么你不敢的 够了 今天本来就是给灵儿道歉来的 朱镬 对了 过两天夜里 宫里有夜宴 若是你想来玩的话 可以带上酒地一起 我会提前安排 没人会阻拦你们 谢殿下 太劳烦殿下了 殿下如此温柔贴心 能有您这样的夫君 真是娘娘的福气 外面都要闹翻天了 你倒是在这里逍遥自在 怎么够翻发 看来自从那天回去 慕云琪没少给徐真起手 要不然又丞相 也不会天天在朝堂上 铁了心了给慕云琪撤火 徐真为争风吃醋 推你落水的事 传遍了整个京城 估计现在慕云琪 应该如热锅上的蚂蚁吧 万分娇猪 那就好 她娇猪她的 我看我的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最近外面不太平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 你这段时间 还是好好养身子吧 我 我打算去参加那个公宴 找季婚接近慕云琪 会有些话再和她说吐血 云哥你得知道 徐真现在受了这样的论 她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即使她再怎么和太子斗棋 她的目标终究还是你 你若是去了 宫中夜宴她一定会对你动手 她的脑虽然简单 但是并不代表幼城 像家里的那群人都是傻子 以别为了复仇 拿自己的性命当仇啊 这要太少 这些我都知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去 如果徐真真要动我 那我正好可以给东宫这口 热锅上再加把火 再说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只要能复仇 只要能为凌家洗刷冤屈 我此不足惜 你若不是个将军 定是个冷酷无情的亡命 怎么 你怕了 怕 本王何曾怕过什么呢 我只是怕你受伤害 你说好像拿到了 少说了就会死吗 既然你已决 那就去吧 放心 我会保护你 我会保护你 把手给我 好羡慕这宫吃里的鱼儿 能得到如此家人的头位 下辈子我也去当鱼算 你要是鱼啊 怕也是只吃人的鱼啊 那 我专门吃你好不好 讨厌 你再乱说我就生气了 看来九弟有了铃儿之后 这个性还真是收敛了很多呀 还不是他总爱与我闹脾气啊 我哪有 你就会冤枉我 哎 太子天下怎么一人在这儿 时间不早了 随我入座吧 手衣 纯尖颠倒也不虑从容 多事总足留一心万风 罪散就让神祈相拥 爱恨总难则细数铃落雨之风 此爱如鸽 此起亦如我 太子殿下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一个人出来了 所以不太放心 殿下说笑了 这里是皇宫 有什么不放心的 灵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你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 在哪里见过我 殿下你知道吗 相向的事情混混 也是这样说我的 殿下您是觉得 我和您认识的什么人 长得像吗 不 你和他长得一点也不像 但是 你给我的感觉 确实和他相差不多 灵儿 你对无忧道长的测算怎么看 殿下 我还是那句话 我武不能踢刀上马 文不能指点江山的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只想和九王爷平淡地厮守终生 太子殿下 还是不要放在心上 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殿下您说 你是真的喜欢九弟吗 嗯 是的 那你觉得 我和他相差多少 其实 太子殿下 并不比九王爷差什么 要真说起来 九王爷 还不如太子殿下呢 真的吗 你真这么想 那如果 我想要将你收入东宫 你会不会答应 说真的 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无时不刻不再想你 我想和你四守终生 好吗 我想问太子殿下 殿下这么说 是因为上次 陈友和娘娘开的那句玩笑 还是因为那个传言 也不全是 那还是有一部分原因的 是吧 如果在遇到云南之前 我先遇到的是殿下 可能现在的一切 就都不一样了 但是世间万事 没有从来之理 王者不见 来者可追 我们只能顺其自然 本宫最不喜欢的 就是顺其自然 小心 灵儿 灵儿 灵儿